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刚度过了在总统大选的这一段纷扰压力大的时间 接下来的话算是入秋了 在我们德州的话可能来讲夏天的时间很长 秋天春天就短短的几个礼拜 然后呢冬天也没有太长也是差不多几个礼拜 然后我们又回到了炎热的夏季 不过最少在现在温度降下来了 那么哪里去玩呢 哪里去看呢 朋友们在这倒是可以提供大家这个建议啊 所以我认为呢 嗯你可能会有兴趣啊 这是在我们德州最美丽的城镇之一 这是隐藏在秋林里边的乡村 也是一个艺术的户外天堂 距离我们Houston并不太远 他在Saint Antonio他距离Saint Antonio大概有一个钟头吧 距离Austin也差不多同样的时间 他这个在我们讲的秋林啊 秋林Hill Country 他是在这个地方在Hill Country 在我们其实德州这一个大洲全美国数一数二的大洲 我们的东边有松树林 我们的西边有广阔的沙漠 德州的北边呢 是闪亮的城市 开阔的平原 德州的南边 朋友们想到哪里呢 Golf Coast 我们有海岸 但是在中间呢 德州中部呢 德州中部就是秋林地区 也是非常非常非常漂亮的一个区域 我们叫它Hill Country 在这里它有起伏的山丘 它有葡萄园 那么德州的居民们都同意 不论是住在东南西北哪一个地方 在德州的哪一边 这个中间的Hill Country是相当美丽的 而在Hill Country 还有一个让大家喜欢来的 受欢迎的旅游的目的地 那么就是可以在这里体验乡村的自然美景 也可以体验在这个地区的迷人的小镇 这个小镇呢 这个地区我们叫做Wimberley Texas Wimberley W-I-M-B-E-R-L-E-Y Wimberley Wimberley在Saint-Antonio跟Austin的中间 所以交通很便利 这里开车到Saint-Antonio 大概两个多钟头 看你当然看你开得快开得慢了 中间你要不要停下来了 但是呢 从Saint-Antonio到Wimberley呢 在这个中间大概也是一个小时 所以整个的路程过去的话大概三个小时左右 当然如果安排的时间充裕一点 你还可以到中间啊 距离Saint-Antonio不太远的地方 这个是Olet 是的 可以到那里的Olet去 去Shopping 去写拼一下 然后呢 还可以到Wimberley Texas 到这一个是古色古乡的小镇 这个小镇真正的人口 还不到3000人啊 它是德州 一个相当低调的葡萄酒产区的一部分 那么Wimberley呢 也是一个充满了艺术气息的小镇 它在现场 它在小镇里面会有live music 现场音乐 还有艺术画廊的收藏 而且呢 它也是啊 这应该来讲相当有名的叫做 Jacobswell Jacobswell 这是一个景啊 这个相当有名的一个景 你也可以到这里来看 这个是游泳的 你可以在这里游泳 但是它是游泳的一个洞 像一个景一样一个洞 叫Jacobswell 是相当有名的 如果你没有去参加 参观这个Jacobswell的话 你不能够算真正旅游过了 参观过来到了 Wimberley Texas 所以呢 这个地区啊 这个叫做 雅各布景 Jacobswell 是我们德州最大的水下洞穴 在Underground的一个洞穴 它每天可以有数千gallon的泉水会出来 那么这一个地方也是拍照摄影的绝佳的景点 它也有一个有趣的游泳场所 也就是它的温度全年都是68度 华氏68度 它也是open 几乎是全年open 它的周遭 事实上是它的周遭 它的外观外围 你可以随时参观 只是你要真的进到里面去游泳的话 那朋友们先预先查询一下 它是不是开放 所以这个倒是要提醒大家 但是在它的旁边还有一个叫做 Blue Hole Regional Park 这也是一个蓝洞的蓝洞地区公园 Blue Hole应该叫蓝洞地区公园 它也是一样 它的这个水质啊 非常的清澈 像是水晶一样 所以如果要安排一下短距离的旅游 我倒是建议朋友们 你可以到Wembley Texas去 那么顺道呢 你还可以到旁边的outlet 这个在旁边这个outlet 也是相当有名的 在我们德州 这就是知名的Saint Marcos的outlet 距离这个地方啊 距离这个Wembley呢 也不会太远 所以安排如果说有个三天的假期 导师朋友们可以稍稍地安排一下 其实两天应该也够了 如果礼拜五 你这个傍晚就开车往上走的话 那边住一个晚上 然后去玩一玩 再去雪拼一下 我相信这个周末收获很丰富 好这就是在今天带给大家 我们这个小单元 我想你可能有兴趣 希望能够满足朋友们的好奇心 好我们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 我们空中再会了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